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讲解海上的事 这个德国外长啊 这个从德国千里迢迢 跑到这个菲律宾 去称菲律宾跟中国来搞对抗 这种所谓展示这种女权主义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傻逼的 因为呢 他们连这个俄罗斯都没搞定 现在连巴勒斯坦也搞不定 延门胡塞武装也搞不定 伊朗呢又在这个波斯湾 在这个安曼海 又扣押了美国的军舰 然后你他妈那个逼大老远的跑到菲律宾 去叫做菲律宾跟我们老逼 所以我说这帮家伙 这个脑袋里装的他妈都是狗屎 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月11日称 欧洲对南海紧张局势升级 以及菲律宾和中国在区域内的冲突感到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了毛宁11日回应指 南海有关的矛盾或者是分歧 是中国和有关当事国之间的事情 任何第三方无权揭露 毛宁表示 在南海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也是明确的 中方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 处理分歧 愿意图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他说 中方也将坚定的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那么这个德国这个女人贝尔伯克这个脱衣舞娘 以前她没当外长之前 她是这个专门干脱衣舞的 喜欢露这个陕西大尔登 露陕西大尔登 那么欧洲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呢就是反制化 民粹化 这个极端化 那么这个女人呢 是典型这个三话的代表 你说天天来反华 这个是不是极端 对不对 这个通过来跟中国老逼 来获得这个政治成本 这是不是民粹化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自己国内和家门口的事都搞不定 然后呢又要跟中国来牛逼 这不是反制化吗 对吧 你说你跑到这个澳大尔 跑到福利宾 跟福利宾去撑福利宾 跟我们来搞 对你德国有什么屌级吧 好处 中国今天讲 所有的奔驰车 别他妈给我到中国来卖了 保时捷 不允许卖了 对吧 你德国损失多大 废掉你这个 这个 这个车是都OK的 像当年这个德国保时捷 都快倒闭了 靠一块卡 靠一台卡燕 在中国 所向批拼 拯救了这个保时捷 对不对 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回馈中国客户 在中国搞什么选配 搞这搞那的 说是什么高档品牌 这那的 搁了多少中国有钱人的韭菜 对吧 但他们也不知道感恩啊 对不对 所以老兵就说过 我们现在啊 不要对这些洋品牌 搞得好像顶礼膜拜一样的 你就是像现在 你看这些洋品牌 很多这个车企的价格 大规模来跌 这是好事 为什么 你中国电动车 比亚迪卖的越火爆 他这个油车 下个就打的就越厉害 这是个好事 给大家呢 有一个比如说 有些人他想买个什么性能车 对吧 现在你看性能车价格被打 大跳水 这都是好事 直接就买呗 对吧 或者其他的那种豪车 全的价格都给他打下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啊 你看中国现在也成为了 今年这个汽车 三千多万台 对吧 马上中国要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汽车第一大出口国 你德国还有多少 拿得出手的东西 能够跟中国来掰手腕的 高端很多制造这个领域 这些机械装备 基本上全部被中国给霸占了 对吧 你牛逼个什么劲儿 跑到什么南海来跟菲律宾 叽叽歪歪的 菲律宾你德国几句话 中国就不敢拿捏菲律宾了 对不对 中国都直接就告诉美国 你他妈那个美非安保条约 框不住我们 我们他妈不在乎这个东西 菲律宾敢造势就打 就干他 对吧 你美非安保条约都 我都可以口头上给你废掉 你德国的外长 你算什么东西 自己在想想看 那个俄乌战争打成什么比 这两天还有关注俄乌战争的吗 这两天你看有西方媒体 在关注俄乌战争吗 大家都不关心了 对吧 你 他在为什么不关心 你他妈的打了一坨屎 去关心 关心乌克兰就是丢他们的脸 欧盟内部现在也是很多 都分歧很大 都不愿意再管乌克兰了 这个还有这个巴以冲突 对吧 巴以冲突 你怎么回 你怎么回事 对吧 大家都能看得到 怎么回事 对不对 特别拉胯 这个以色列都从加沙地带 都和撤了很多部队回去了 然后再说说 你个海洋 你还管到南海的事 现在中国这样下脚子的速度 航母都弄好 到时候到你德国 波罗的海家门口去 他们要再绕一圈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说 中国有必要等这个航母成军以后 开的航母 带了055 075 从这里绕 绕到红海苏伊士运阁出去 然后开始走地中海 开始再进入黑海 这样再落出来 走直波罗的海峡 走英吉利海峡 进入波罗的海 到俄罗斯圣彼得堡 去做个访问 再从圣彼得堡这样落出来 从北欧走北极航路 再这样 从这个白领海峡 再这样落回来 对吧 当年这个美国不也是这么干的 英国不也是这么干过吗 全世界这个舰队都到处落 我们也要去落一下 所以 董军阁下 Dylan国防部长 白色的 穿白衣服的 就是我们 这个我们的目标 我们这个想法 我们这个梦想 马上就会实现了 对吧 马上就会实现了 你他妈比你德国 你他妈有什么海军 你拿什么他妈比 去撑菲律宾 你德国的那些护卫舰 还是你二战仓库里的 那些二战的那些老货 拿出来 他妈那个 真的是我都替他们尴尬 替他们嫌丑 红海局势 马斯基 恐航线 或中断数月 冲击全球经济 并加剧通胀 丹麦航运公司 马斯基行政总裁 柯文胜警告 由于也门 胡塞武装 攻击商船 红海航线 有可能需停运数月 冲击全球经济增长 并对企业及消费者 带来通胀压力 产生重大的后果 英媒报道 柯文胜指 胡塞武装 攻击商船 令红海运输中断 既残酷又戏剧性 货船被迫改到南非好望角 绕行漫长且昂贵的航线 这场冲突 没有赢家 现在欧洲的船 马斯基 还有德国的那些 欧洲的大轮船们 全部要从好望角去绕 红海不敢走了 什么动不动 什么美军英军过来 打击胡塞武装 如果真的像他们 新闻里讲的那么牛逼 那美国航空母舰为什么要撤退啊 如果说他们说的那么牛逼 为什么他们不敢走了 这个很反常啊 所以我很怀疑说 有的时候他们报道的这个战绩 是他妈真还是假 说击落了胡塞武装多少架 无论你击落了多少架 没导弹 这个他妈的是真实架 无图无真相 对吧 啊 那你航母你跑啥 你是被击中了 马斯基董事会 他们知道 美国狼狈跑了 对民众他们不敢讲 封锁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汀还称病 现在他说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呢 说什么时候出院都不知道 海军陆战队司令员 哦 奥斯汀防长 这个前天线癌 住院了 我他妈心脏 要 也要做个直视手术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恢复了 都在称病 对吧 啊 有这么累吗 对吧 所以说 你看 哎 对吧 为什么你红海搞定了 为什么去号网脚绕 紧接着 伊朗又再次打脸德国外长 贝尔伯克 反过来一个耳光 为什么我是这样讲 伊朗传媒 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水域 扣押一艘美国邮轮 10月11日 伊朗海军根据司法命令 在阿曼湾水域扣押 伊朗美国邮轮 路透车11日 教导前报道 伊朗冠马上 圈道旗帜的邮轮 11日至中东阿曼 海岸队开海域时 有武装人员登船 报道引述 来自英国海事的消息人士 指邮轮移转往伊朗 你们不是很 你们不是今天打这个打那个 直接把美国的船给弄掉了 你美国屁的不敢放一个 你德国外长跑过来 跟趁菲律宾 跟中国老逼 改变不了物理的现实 物理层面的现实 而你的 亲爹 美国的船只 被伊朗给扣押了 你们的 维持你们海上贸易的船 要唠浩旺角 到非洲去唠 而中国的船只 随随便便的到那边过 活在武装 根本就不会打 对吧 你知道印度的船只 胡塞武装也打的 印度现在经红海到俄罗斯 黑海的 要十天 原来 原来大概四五天就到了 现在要十天 对吧 所以说你看看 这还是俄罗斯打过招呼了 但是给你印度的 也是这样的一种意思 你印度不是要把印度洋 变成自己的内海吗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场冲突 你巴以冲突不搞 不停 你西方去支持 就给你颜色看 就给你颜色看 你也搞不定 他们也很虚弱 所以说 妈那个巴子 你美国对胡塞武装束手无策 我也不知道你德国他妈的 这个贝尔伯克 有什么底气来跟中国老屁 我说过中国说你实在话 现在他妈的就 就敬你这些德国的高端 制造这些汽车 又能怎么样 搞搞清楚好吧 废话也不多说 就是给这些国家的 这些傻逼提个醒 谢谢各位支持